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个是敬畏神 那十六章上半段就是在讲到敬畏耶和华的部分 第一节心中的谋算在乎人 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这节很棒我们再听一次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 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 人有他自己该尽心尽力 预备的部分 这是他的责任 但是另外一部分也要相信 生命中其实还是要由神来掌权 因此是人的责任加上神的主权的一个结合 基督徒不是凡事都不要预备 不对 因为真言里面一直告诉我们 要过一个勤劳的 做一个勤劳的人 凡事要预备 要规划 因此心中的谋算在乎人 这是我们人该做的部分 对生命要有预备 要做计划 要负责任 但是呢 等到事情真的在进行的时候 很多需要的应对 应对就是回答 就是现场 就是现场到底会怎么样的发生 发生实际的状况 我们不一定能够预料 我们虽然有计划 有预备 但是现场会有很多的临时的状况 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那时候呢 其实心里面就是怎么样 要倚靠耶和华 要来寻求他的意见 要来思想神平常怎么教导我们的 因此呢 舌头的应对 在当下是由于耶和华 神会主导 神会掌权 因此呢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 就算我们平常 这个预备的 不是那么充分 因为我们不够完美 也不要担心 因为仍然神在掌权 第二节 人一切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这句话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常常自以为义 我们常常不容易看到 自己生命的盲点 因此他说 人在一切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 都是看为清洁的 但是我们应该还是要谦卑受教 常常请圣灵光照我们的心 因为唯有耶和华 衡量人的心 第三节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 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这边第三节还是讲一样 人他需要去做 人需要去谋 但是不论你所谋的 和你所做的 是再怎么样的尽心尽力 或是已经绞尽脑汁了 你还是要把这个交托给耶和华 因为我们负责过程的努力 但把结果交给神 因为能够成就的 一定是耶和华成就的 第四节 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这边告诉我们说 神在所有的事情里面掌权 包含神的创造 因此耶和华所创造的 都有他的用处 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因此不要再说 神创造我是个错误 我毫无用处 你如果毫无用处 神当初就不会创造你了 因此不要再用这种谎言 蒙骗自己 同时他说 就算是恶人 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也就是说恶人偏行几路 他到最后会为自己的罪负责 而被神审判灭亡 而在他被审判的日子 也显出神的公义 第五节 凡心里骄傲的 为耶和华所证悟 虽然联手 他必不免受罚 联手就是手牵手 代表恶人怎么样 一起集结 做坏事 那就算是这样子 他一样会遭受到 耶和华的审判跟刑罚 因此不要以为人多势众 或是 哎呀 反正他也跟我一起都行恶 这么多人都这样做的 应该神就不会计较了 不是 就算你们人多势众 一起作恶 神也必一切都要来审判 第六节 因怜悯诚实 罪孽得俗 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会远离一切的恶事 而心中因为敬畏耶和华 以至于对人处事 都长存怜悯诚实的心 这个人的罪孽会得俗 这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 是被纪念的 因为他敬畏神 就爱神也爱人 第七节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 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 与他和好 这句话讲得真棒 当一个人呢 他所行所言 蒙神的喜悦 神要介入他 跟他仇敌之间的事情 因此呢 一个人所行的 若蒙耶和华喜悦 耶和华也要使他的仇敌 跟他和好 不知道我们最近 有没有跟谁不和好 或是跟谁的关系 陷入冲突紧张 我们是不是先让自己 这个部分 先回转来归向神 让我们自己先成为 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 神先去改变对方 要神先去要求对方 但是呢 其实我们自己应该 自己先来跟神和好 自己先讨神的喜悦 而我们自己跟神 对正 教证之后 神自然会介入我们的事 帮助我们 把前面的困难 把它解决掉 第八节 多有财力 行事不易 不如少有财力 行事公益 真言对于财富 常常有他给我们的教诲 就是如果 给你很多的金钱 权势地位 只会让你更远离上帝的话 那不如不要给你 过一个简单一点的人生 平凡一点人生 却满有上帝所赐的 平安喜乐 因此呢 多有财力 行事 却不易的人 不如少有财力 行事 公益 第九节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 指引他的脚步 这跟第一节很像 再次告诉我们说 人一定会为他自己 的事情来规划 来筹算 来思考 但是记得 要把最后的主权 也都交托在神的手中 不论你人生 多有见识 多有经验 多有能力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保留一个空间 是让神可以自由的 在我们里面 引导我们的 没有一个人 想什么事 都百分之百 一定正确 一定保险 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一个 刚愎自用的人 还是你生命中 常常欢迎 热地的欢迎 神可以随时来调整 你的计划 神可以随时来调整 你的规划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必定是一个 神愿意重用的人 如果你常常 神都调不动你 神无法调整你的人 神就很难用你 你说我有我的原则 那如果你的原则 大到一个地步 连神都不能修减 神都不能修正 那你这个原则 就是变成你的偶像了 也是你的骄傲了 做人要有弹性 不是说 一个人他做人做事 都没有原则 没有计划 不是的 要有弹性是指 让神有一个这样的权柄 可以自由的进出你的生命 调整你的看法 调整你的世界观 调整你的价值观 还有你做事情的方式跟态度 第十节 王的嘴中有神语 审判之时 他的口必不差错 神语呢 这个字呢 在旧欲里面 讲到不好的时候 就是讲占卜 拜偶像的占卜 那讲到好的部分 讲的就是从神来的叛语 因此呢 当一个人 他心里面 就算他已经做到一个领袖 做一个王的时候 他在判断事情 审判事情的时候 他生命里面 让神的智慧跟神的真理 神的叛语 来指教他的时候 那他就在任何的事情上 他的所说的话 也不容易有差错 因此不论你是做生意的 做老师的 做老板的 做领袖的 弟兄姐妹 让神的话语 在你生命中有分量吧 这样会让你所做的判断 跟你的口不容易 出差错 十一节 公道的天平和秤 都属耶和华 郎中一切的法码 都为他所定 作恶 为王所证悟 因国卫 是靠公义建立的 天平啊 秤啊 郎中的法码 都是在交易的时候 所用的工具 代表怎么样 就是做人诚实 没有欺骗 没有诡诈 我想啊 这些都是 耶和华 所定 公平公正公义的事 也属耶和华 因此做神的儿女 就算是为了正当的理由 我们也都不应该说谎 也都不应该有诡诈在里面 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但却很不幸的用了有争议的手法 那真的就是不仅不是美事的 而且还是一大败笔 还可能修入主的名 这是我们不可不慎的 神宁可我们这件事情没有去做成功 他也不要我们放弃 神公正公义公平的原则 十二节 作恶为王所证悟 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 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有做领袖的机会 我们要很感恩 但是我们的这个位置 要能够做得稳 做得长久 做得能够荣神一人 那就是要靠公义来建立我们的角色 我们的呼召 我们的位置 十三节 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 说正直化的为王所喜爱 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 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 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 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 这几节我们可以有两个角度来思考 第一个如果我们是被人家带领的 或是服在谁的权柄之下的 那我们就是应该要做一个公义 忠信的人 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言语 不要说谄媚的话 要说公义正直的话 再来呢 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领袖 他不一定是完美的人 他也会有他情绪来临时候的软弱 那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要恳求主给我们有智慧 说出合一的话语 不仅能够来止息领袖 他情绪的失控或他的愤怒 也能够帮助在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掌权 借着团队里面有人说出智慧的话 借着团队里面有人在带导 有人在守望 都可以让人看见神仍然乐意使用这个团队 愿意与这个团队同在 那然后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做一个领袖的 我们要去留意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震怒 有时候会像杀人的死者 为了在高位上的人 又要去留意自己的EQ 自己的情绪 要被圣灵来掌管 那一个做领袖的应该要喜欢听的话 是喜欢听正直的话 公义的嘴 留意不要只是喜欢听一些惨媚你的 一些拍马屁的话 那个最后会蒙蔽你的眼睛 蒙蔽你的耳朵 那我们要去多留意 在我们团队里面 神会透过我们的 我们所带领的人 可能是你的孩子 可能是你的部署 可能是你的羊群 其实有时候神会透过他们 给我们智慧的话语 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 需要被调整的地方 因此祝福每一个领袖 十五节 王的脸使人有生命 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 愿我们对待我们所带领的人的态度 是让他们得着生命 而不是让他们的生命被亏损 愿我们这样从神蒙恩做领袖的人 我们也可以把神的恩典 能够分享给我们所带领 和我们所服侍的人 如同恩典好像如春天的云 以及即时的雨 能够滋润的人心 我想这次神让我们做领袖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使我们能够安慰造就 劝勉身旁更多的人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愿意来尽我们生命的责任 来负责用心做我们生命的计划 但是主我们更把主权交托给你 因为能够成就与否 全都在神的手中 愿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 我们越是勤奋工作的人 我们越在心中留一个空间给神进来 时常指教我们 影响我们 带领我们 好 希望我们最后可以把这个果子献给神 荣神义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